在DC宇宙里 超人无疑是战斗力最强的 也是全宇宙最快的男人 哪怕是面对荒原狼这样的终极反派 他也只是轻轻一回 就将对方引恨西北 哪怕灭罢来了 恐怕都要跪地求饶 估计也只有黑凤凰可与之一战 可超人为何会拥有如此之强大的能力 超人原本出生在一个名为克星的星球 他们科技发达 就连生命的繁衍都是依靠科技进行批量生产 并通过标签为他们设定的身份 无论是工人 士兵 科技繁衍后代的做法 于是两人选择了自然孕育的方法 生下了超人 这也是这个星球唯一一个自然孕育的孩子 但好景不长 由于克星这些年对星球资源过度开采 导致了星球的核心已经处于塌陷边缘 于是超人的父亲老爱找到了星球的几位长老 希望他们能够同意自己将记载着星球基因的秘点带在 去寻找新的生命星球延续生命重建克星文明 可就在这时 佐德将军突然带人闯了进来 他也想带走基因秘点重建克星文明 二话不说就直接送走了一位克星长老 他还想拉着老乔跟随自己 但他知道佐德的道路充满了道路 佐德只好将老乔给抓了起来 但在押送途中 老乔奋力反抗挣脱了束缚 在解决了几个小喽啰后 来到了室外 却惊讶地发现 佐德已经发动了整颗星球的正点 到处战火连天 关键时刻 他的坐骑及时飞了过来 带他来到了星球的孩童制作工厂 这里记载着他们整个种族的基因图谱 而那个基因秘点就藏身在这 随后他将东西带回到了自己的基点 为了防止佐德抢走基因秘点 也为了整个种族的延续 老爱将基因秘点融入到了他们的孩子体内 并将它送往到其他星球 而他们选择的地方就是地球 等以后时机成熟再来复兴着各种 可就在孩童母亲刚启动发射仪器 佐德将军就带着一群人赶过来 眼看秘点即将被飞船带走 佐德一路之下将老乔给杀害了 接着又下令将运送超人的飞船打下来 却不料星球长老集结的援军赶过来 直接击中了佐德的战机 没一会功夫就将佐德等人抓了起来 由于他们犯下了叛驳罪 长老们直接下令将他们用液态琥珀囚禁了起来 并判处流放到外太空的黑洞300年 而不久之后 克星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声爆炸过后 整颗星球化作灰镜 而被关押在黑洞的佐德他们 却因祸得复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 超人的飞船正朝着地球快速飞去 最后降落在了一个农场主家中 被一对夫妇领养了 并给他起名为克拉克 一直将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抚养 直到这天 克拉克体内的克星家族基因开始觉醒 他不仅能听到周围很多微小的声音 还能像扫描一样看穿别人的身体 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受到刺激后慌张地跑进了学校杂物街 老师还想开门安慰他 不料克拉克的双眼竟然释放出激光将门把手烧的通口 好在他母亲及时赶了过来 克拉克的情绪才算稳定下来 此后周围的人更是将他当作怪物看待 经常遭到同伴的殴打欺负 但他一直忍气吞声没有使用超能力 然而就在这天上学路上 正在路上行驶的校车突然失控 意外撞向了桥上的护栏坠落到湖水中 整辆校车瞬间被淹没 里面的学生眼看都要隐恨西北 克拉克从校车里跑了出去 以一人之力将校车从湖水里给拖了出来 拯救了所有人 但这种善举不仅没有受到大家的感激 反而还遭到了其他家长的质疑 父亲则告诉他 人类对陌生的力量会感到恐惧 今后不能再在众人面前使用超能力 否则会遭到一群人的打压 但这也让他非常疑惑自己为何会女众主统 无奈之下 他父亲带着克拉克来到了那尘封已久的仓库 里面正是那艘带着他来到地球的幽灵飞船 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原来不是来自地球 父亲还将那没具有象征意义的钥匙交给了他 得知真相的克拉克一时无法接受 但他并不在意自己来自何方 就只想与父母好好生活下去 并听从父亲的建议将超能力隐藏了下来 可就在这天 正在旅途中的一家人 突然遭遇龙卷风的袭击 父亲让克拉克带着母亲赶紧躲藏起来 自己却因为拯救一条宠物狗被龙卷风给困住 克拉克本想使用超能力 但遭到了父亲挥手阻止 不想让他暴露自己 最后父亲就这样被龙卷风卷走了 这件事以后 克拉克便离开了家乡 独自来到了一艘渔船上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 没有人发现他有任何一样 反而对这个小伙还特别照顾 可就在这天 渔船前方有被游战突然发生火灾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时 克拉克为了拯救人类不再隐瞒自己的超能力 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对面游战里 将被困的工人给拯救了出来 就在几人来到外面的停机坪 救援机正要把他们准备接走时 上方的铁塔却突然倒塌 为了让他们能够顺利获取 克拉克连忙用自己的身躯 挡住了即将坍塌的铁塔 帮助救援机得以安全起备 而克拉克也因此坠入深海 等他醒来游到岸边以后 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已经暴了 便在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当起了服务员 并无意中听到酒吧内的几个军官 讨论附近有个神秘飞船的事情 克拉克意识到这可能和自己的身世有关 便连忙赶去了现场 但如今这里已经布满了军方的人员 与此同时 记者洛伊斯也赶到了现场进行拍摄工作 然而就在他拍摄过程中 无意拍下了克拉克的身影 记者很是好奇这个人是谁 便一路跟了上去 在攀爬过陡峭的山崖后 一路跟随来到了一处冰冻入口 而这个入口竟然是克拉克用雷射眼给扫射出来 你们说他的雷射眼和X战警的雷射眼谁的更厉害 进入里面以后 映入眼前的是一艘宇宙飞船 他紧接着朝着飞船内部走去 并发现了一个造型独特的操作台 上面的凹槽和自己的钥匙很是吻合 便拿出插了上去 飞船竟然真的被启动了 而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的身影突然冒了出来 克拉克很是奇怪连忙追了过去 与此同时 那个在后面尾随的记者也跟了上来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也是被惊呆了 连忙拿出照相机进行拍照 却不料相机的闪光灯 意外刺激到了一旁的智能机器里 一鞭子下去就将记者给甩飞了出去 危急时刻 听到动静的克拉克及时赶过来 一把将这东西给控制住 看着女记者身上刚才被打破了一个洞 她连忙用镭射眼帮助她止血消毒 然后将女记者带了出去 等女记者醒来 对刚才的经历满是一脸疑惑 刚才那个人到底是谁 回去后更是将这件事写成了报告 试图做成新闻播出去 但主管却认为她一定是出现了幻觉 于是不死心的记者开始想尽办法 去调查这个人的背景 而此时的克拉克已经驾驶飞船离开了这里 降落在了一个没有人的北京某地 并在飞船里见到了亲生父亲的丫头 父亲将当年发生的一切 以及克拉克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她 也从中得知了佐德将军的事情 并说道 你现在是克星种族的唯一希望 再不伤害地球的情况 一定要让我们的种族延续下去 说完还送给她的一套超人战衣 紧接着 克拉克穿上超人专属战衣走不出来 DC最强超级英雄就此诞生 只见他摒弃名神开始了第一次调语 而强烈的太阳辐射还可以增强的超能力 他不断加快速度 越跳越高 但由于这是第一次跳跃 对个方面还不是很熟悉 刚飞没多久就从半空中坠落在了半山腰中 但这并没有伤害他分毫 因为只要有足够的阳光 他就可以快速得到恢复 紧接着他屏住呼吸 用心感受着这日月之精华 再次紧握拳头向空中飞去 也逐渐掌握了飞翔技巧 速度也越来越快 自由地在这天地间遨游 穿越无尽的大海 最后竟穿越云层飞到了外太空 你们说他和闪电辖石的速度更快 毕竟两人都曾经用超光速逆转时空 随后他便准备回家将这一事情告诉自己的母亲 而与此同时 记者还在四处调查克拉克背后的秘密 走访了他之前的所到之处 最后竟直接找到了克拉克的母亲 而此时克拉克也找到了这位正在四处调查自己的记者 并期望他不要将这件事公布出去 自己一旦被公众知道 恐怕会引来不可预料的纷争 自己只希望做一个普通人与母亲安稳的生活下去 记者听后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将这一事情隐瞒了下去 而克拉克与母亲相聚后 也暂时过上了平稳的生活 可不出意外 意外就该发生了 这天一艘宇宙飞船突然降临地球 并控制了地球上所有的电子射能 用世界各种语言 向人类发出最后威胁 命令他们交出克星人克拉克 否则将摧毁地球所有的生命 显然是佐德将军冲的基因秘点找上的了 这让地球上的人类既恐慌又猛低 他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克星人是谁 但没多久 记者路易斯之前关于调查克拉克的文件遭到泄论 军方很快就锁定了路易斯 将他给抓了起来 克拉克得之后 为了将路易斯拯救出来 他也只好主动联系军方前去自首 为了不必要的纷争 他主动接受了人类的关押 但此时的人类还不知超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这东西根本就困不住他 甚至还告诫人类 你们应该明白到底谁才是你们的敌人 但为了避免伤害人类 他还是同意人类将自己交给了佐德将军 却不料 他的女友路易斯竟也被要求强制带走了 军方虽然对此很是不满 但是也不敢拒绝 在两人被带上飞船后 超人悄悄将那没钥匙交给了路易斯 随后二人便被带到了佐德将军面前 但由于超人长时间在地球生活 已经不适应克星飞船的生存环境 没多久就晕厥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已经被对方捆绑住了 也失去了超能力像个普通人一样 而女友路易斯这边则被关押在了另一处 并无意发现一台操控台 上面的凹槽和刚才克拉克给的钥匙很是吻合 他很是好奇 便尝试将这没钥匙插到了上面 超人父亲老乔的烟影像已再次现身 由于整艘飞船就是老乔当年设计的 他也因此获得了飞船的控制权 重新将飞船的空气调整成了地球环境 在老乔的带领下 这些士兵被耍得团团转 将路易斯安全带到了逃生舱 但却在飞出去的最后一刻被士兵打破了船体 正快速向地球坠落 而此时超人也因飞船气候环境的改变 恢复了超能力挣脱了束缚 并在父亲的指引下 朝着女友坠落的方向快速飞去 就在逃生舱即将坠毁的最后一刻 及时将女友给拯救了出来 安全地降落在地面 与此同时 佐德将军由于没有在超人身上发现基因密度 便来到了超人的家中 并从中发现了超人当时驾驶的飞船 但他们并没有从中发现基因密度 佐德更是一怒之下将超人的家给拔了 眼看又要对超人母亲下手 而此时的超人也感知到了母亲有危险 快速飞了过来 直接冲着佐德一路向前撞去 佐德的头盔也因为刚才的撞击而破碎 因为无法适应地球的气候环境开始出现幻觉 就在超人准备再次向其发起攻击时 佐德的飞船突然飞了过来 另一炮下去将超人给打飞了 然后趁机将佐德将军给救走了 但却留下了两名护法继续与超人对抗 眼看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可就在这时 军方派出战机赶了过来 也不管双方到底如何 朝着他们就是一顿扫射 胆大的地球人却不知自己招惹了什么样的家务 其中一个人一怒之下直接飞了上去 将战斗机给拆着稀巴烂 最后坠落在地面 眼看另一架战机也即将被对方摧毁 超人及时飞了上去拦住了对方 两人也一同掉落在了一家商店 面对这个女战士 超人显然有些招架不住 一次又一次地被对方锤打在地上 接着又一把给扔飞了出去 超人也不肯示弱 一个猛烈撞击又将对方撞飞了出去 但怎料刚才那位护法也打过来 拎着超人朝地上猛摔 虽然超人很是扛揍 但面对两个人的围攻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关键时刻 超人再次发射出雷射野 而这时军方又一次派出直升机到处乱轰 超人也得以抽出身来应对南部 左一拳右一拳 再将其带到空中一拳下去 直接隐恨西北 而此时另一名女护法正试图要对人类下手 危急时刻 超人赶了过来将其撞飞了出去 而女护法的头盔也因此破损 就在超人马上要干掉它时 不料一辆汽车突然从天而降 超人也被撞到了一边 军方也趁机朝着这边发射了一枚导弹 但这时佐德将军再次驾驶着飞船飞了过来 直接将军方的战机给击毁 接着又将女护法给带走了 而这次战斗过后 军方也意识到了超人不是坏人 与此同时 佐德这边通过手下的博士得知了一个真相 寻找的基因秘点早已经融入到了超人的体内 也就意味着 要想拿到秘点 就得将超人给干掉 抽出他体内的细胞进行分解 面对如此局面 佐德将军启动了B方案 朝着地球释放出了两台世界引擎 一艘降落在了南太平洋 一艘降落在了歌坛市 也就是蝙蝠侠的老家 紧接着引擎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波穿透地表 两艘引擎瞬间建立了连接 他们试图用一气散发的磁场 将地球改造成是一颗星人生存的气候条件 一旦改造成功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灭亡 地球将成为第二个颗星 为了拯救人类 超人和军方分头行动 他将自己当年驾驶过来的飞船交给了军方 让军方将这艘飞船撞击建立在歌坛市上空的引擎 因为它们都是幽灵引擎构造 只要两者相撞 就会产生巨大的虫洞 引擎也就会随之销毁 敌人也会随之被吸入虫洞 超人则来到了南太平洋这边引擎附近 可就在它刚靠近时 引擎就发射出粒子机械臂攻击超人 超人努力躲闪 最后还是被这东西给缠绕住 将它给扔到了磁场中心 但为了能够拯救人类 超人抵抗住能量波的冲击 奋力向上冲去 竟然以一己之力将这架引擎给摧毁 而另一架引擎也受到影响停止了运作 人类也对以获救 超人也因体力消耗过大 瘫倒在了海边上 好在超人能够依靠阳光快速修复体能 但战斗还没有结束 虽然歌坛是上空的引擎停止了运作 但还没有彻底消失 军方正携带着超人的幽灵飞船飞去 眼看就要靠近了 超人的那把飞船钥匙却突然插不进去了 佐德将军驾驶着飞船也正朝着这边起来 好在超人及时打了过来 一头撞向飞船来到了佐德的驾驶室 就在他准备用雷射眼摧毁整艘飞船时 佐德却告诉他 这艘飞船是克星人最后的希望 你真的愿意为了人类摧毁这艘飞船 超人在稍作思考后 还是毅然决然地将克星人的最后一艘飞船给摧毁 佐德和飞船也一同坠落在了地面 而另一边 博士看着这个没有插上的钥匙 似乎发现了哪里不对 只见他轻轻一转动 钥匙瞬间就插了进去 在最后一刻撞向了那艘引擎 巨大的撞击也再次将虫洞打开 将剩余的克星人也给吸走 而路易斯正在快速向地面坠落 超人看到后连忙飞了过去 在最后一刻接住了他 然后顶住引擎巨大的吸力 将他安全带到了地面 本以为战争终于结束了 两人深情地相拥在一起 可就在这时 佐德将军突然走了出来 他怒斥超人是克星人的背叛者 是要让超人隐恨西北 只见佐德二话不说 就朝着超人冲撞了过去 超人也不甘示弱 两人随即再次冲撞在一起 更是一路撞到了蝙蝠侠的大龙面 这也为蝙蝠侠与超人的恩怨埋下了湖 由于佐德刚适应地球的气候条件 无意中激发出了他体内的雷射影 朝着周围就是一顿扫射 大楼也随即发生坦塌 两人就这样在城市里四处乱撞 甚至一路打到了太空中 更是将蝙蝠侠的卫星给摧毁 接着两人又朝着地面坠去 真是神仙打架 路人遭殃 随后超人趁机锁住了佐德喉咙 为了威胁超人放手 佐德趁机朝着周围人群发射雷射影 关键时刻 超人在最后一刻扭断了佐德的脖子 而随着作为最后一个同族人的倒下 超人发出撕裂的怒吼声 这场史诗级的战斗虽然以超人取得胜利而结束 但克星族也彻底消失了 也只剩下超人一人 你们认为超人做得对吗 而在故事的结尾 超人再次伪装成普通人的身份 入职了与女友露利斯同一家公司 两人是要进一步加深感情吗 而超人与蝙蝠侠的恩怨也即将开始 关注时说隐瞒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